《曼德拉效應》的訊息已經分享了超過十篇 弟兄姊妹最震撼的部分 必然是看到眼前的歷史和現實不斷地改變 我們以為最路靠、最不可能變動的歷史 甚至是手上的英皇陰定本聖經 都不斷作出匪夷所思的改變 我們現在知道曼德拉效應的現象 是由身父和同女藉著時空穿梭 回到過去改變歷史而造成 這個亦成為了我們能夠得著身父資格的線索 因此曼德拉效應必然是一個最佳談論信仰的切入點 當世界的現實和歷史已經是不斷改變 甚至不斷崩潰的時候 試問世界上又有什麼是永恆不變的呢? 又有誰能夠擔保明天一覺醒來之後 自己的人生不會被曼德拉效應改寫得面目全非呢? 既然這是這麼有效的傳福音工具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運用呢? 大家要明白曼德拉效應的出現 其中一個因素是人處身在不同的現實場景而導致 並且當現實和記憶不相符的時候 兩者亦會變得模糊 當談論的時候 由於每個人身處的場景可能有所不同 各人會堅持不同的現實 陷入不必要的爭論當中 錯失了應有的談論焦點 例如我們從歷史知道 Adidas 的串法 是由三個D變成兩個D的Adidas 當我們分享的時候 有些人是會認同 對比過去和現在 這個字出現了曼德拉效應 歷史真的改寫了 假如是這樣的 由這個切入點推進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解釋 為什麼會出現曼德拉效應現象? 怎樣發生? 為什麼而發生等等? 從而分享福音和真理 不過世界上是會有另一批人 堅稱由一開始認識Adidas 已經是兩個D 從未見過三個D的版本 人或牧師曾經分析過 這個情況可能是因為 大家以往生活在不同場景 或者因為對方從事 與發生曼德拉效應現象有關的行業 例如體育用品店的售貨員 記憶裡面必然是兩個D的Adidas 這個時候 假如花所有時間爭論三個D 還是兩個D 最後只會浪費了這套信息的說服力 所以大兄姐妹一定要學習 如何成為一位睡客 尋找出切入點 目的就是說服身邊所認識的外邦人 認同曼德拉效應的真實性 即使他們認為由始至終都是兩個D 也不需要嘗試跟他們爭辯 只要讓他們知道 原來世界上有很多的證據 包括人的集體記憶 都認知Adidas是三個D 換言之 不用說服他們以前是三個D 現在是兩個D 只要讓他們知道 面前是有兩個歷史 兩個現實出現 例如很多人的記憶當中 香蕉的英文是有三個N的Banana 現在卻因為曼德拉效應 變成了兩個N的Banana 但是對於活在另一個場景的人來說 香蕉的英文從來都是兩個N的Banana 我們不需要說服他們 哪一個英文才是正確 作為一個歲客 就要證明給他們知道 時空中出現兩個現實 分別是有三個N 和兩個N的Banana 讓他們知道我們所身處的時空 所活著的世界 並非如我們所想像一樣 我們所見的現實 正逐致不步向崩潰 我們並不需要把每一個Banana 效應都套用在別人身上 一定要他們認同 相反我們只需要讓他們知道 世界正發生眾多曼德拉效應 有著兩套 甚至三套的現實 證明我們所處身的時空 正在被不斷扭曲和改變 我們可以用輕鬆有趣的表達方式 和他們分享 舉多些例子 甚至以趣味問題方式 考一考他們 即使他們起初不認同 但漸漸地當你說及不同的題目 不同性質的曼德拉效應的時候 總會有一些是打中他們的內心 或者你認為最平凡的曼德拉效應來指 對他們而言 正因為過去某些經歷而特別會有共鳴 要知道這些曼德拉效應 不是時空的崩潰 也不是歷史產生大混亂 而是辛苦和同侶翻翻過去的歷史所製造 所以這些改動 是刻意出現在全球人所共知的大品牌 最多人曾經看過的經典電影 最多人曾經聽過的經典金曲 以至最多人曾經讀過 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 英皇陰定本聖經 從而讓世界各地上億人 都發現不同的曼德拉效應來指 故此不需要刻意說服他們 究竟錶面上的羅馬數字4是IV還是4個I正確 既然我們都看到 曼德拉效應出現的時候 是會伴隨時間修復現象 刻意讓人類繼續如常生活 不會陷入混亂 我們作為碎客的任務 就要讓人知道 錶面的羅馬數字4 居然是有著兩套現實 並且兩套現實也是無可推諱的 正如剛才所提到 曼德拉效應是辛苦和同類的工作 為我們提供線索 因此這個不會是單一的事件 相反是會越演越烈 引導我們逐步破解這個終極謎題 所以我們只要不斷分享這些趣味資訊 成為源源不絕的茶餘飯後有趣話題 甚至將討論曼德拉效應 成為大家的共同趣味活動 共同嗜好 當我們分享的例子數量夠多 夠多元化 最終就能夠成功說服他們 並且當他們面對越來越多的例子 甚至親身經歷家庭成員歷史改變的恐怖個案之後 他們就會主動找你 讓你成為他們的答案 讓他們認知到世界上原來是有神 因為世界上 唯有石安教會對曼德拉效應 是有著如此原備的答案 縱使世界上有很多專業人士 嘗試解讀曼德拉效應 但我們知道這個現象 是我們將來成為辛苦和同類之後 返回過去和自己溝通 所以除了我們 根本是沒有人能夠透徹明白地解讀 當人希望尋找答案 必然會尋找我們 唯有這樣 我們就能夠成為愛邦人的最佳睡客 再見